好那我们来接着讲啊 下边呢接着看 这个请求的一些东西呢 我们说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跟大家简单的 说几个东西吧 说一个东西 这个IP地址绑定的一个问题啊 好我把这个呢 跟大家留过来啊 跟大家看看啊 来个03啊 这个叫IP地址这个绑定啊 绑定的这个问题啊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 刚才我们写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绑定了很多东西啊 绑定了很多这个代码 我把它我把拿过来吧 卡住又卡住去啊 好 我把这个代码呢给它 注意啊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绑定的时候 我之前写过这个地址啊 不断的改 有些时候这样写 有些时候那样写 这个写的目的是啥呢 它总是有区别的是不是 那区别在哪呢 好我把这个先把这些删掉啊 注释先删掉 好 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了一个server circuit之后 绑定 这个地方的地址啊 大家想想啊 如果啊 如果我自己自己做的话 自己做的话 192.168.31.199 这个写完之后呢 9090 我们可以怎么样访问到这个地址呢 注意啊 在我自己的电脑上啊 你们访问不到的啊 9090是不是 我给他发这个9090 好来走一下啊 走 接收到这个请求没有啊 接收到了啊 大家看现在是不是拿到这个数据了呀 可以给这个发过来9090 你看啊 我用192.168 我地址里边啊 写192.168.31.199 是可以的 是不是 那我能不能这样写啊 大家注意这个就是本机嘛 是不是 本机我能不能这样写呢 127.0.0.1 能不能这样写呢 来我再来访问一下啊 大家看看 现在我这个地方 能不能拿到的东西呢 这个服务器崩了啊 服务器没崩 这个9090 我看啊 127.0.1 9090啊 来走一下啊 哎 不让我访问 这不应该啊 应该能访问的 127 127.0.0.1 冒号这个9090啊 127.0.1 是不是也是我们本机啊 哎 不让我访问 起了怪了啊 还有点脾气是不是 来换成8090啊 哎 难道我记错了 这个不能访问吗 我记得应该是可以的呀 127.0.1 可以访问的 走 走一下啊 事实证明好像不行 是不是 好 那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IP地址的话 好像只能通过IP地址访问 是不是 IP这个地址啊 这个好像只能啊 只能这个通过通过的IP地址访问 是不是 地址这个访问啊 好 这是一个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能绑定什么呢 我如果这样绑啊 来个127.0.0.1 好 我直接写这个127.0.1 它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的本机是不是 那我现在呢 那我现在呢 来访问一下啊 我用127.0.1 冒号9090 来走一下啊 8090啊 当然我改了 8090来看啊 走一下 大家看现在是不是可以访问得到啊 如果你写的是127.0.0.1 肯定能用这个来改 是不是 可以用这个来改啊 好 那如果这个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能用什么呢 还能用那个localhost的啊 叫 写个名字叫 localhost的 这样写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能够访问明白不 那用IP地址能不能访问的 192.168.0.0 啊 点0.3 31.2199 来走一下啊 哎 不能吗 31.199 可不可以访问的 好像也是不能的啊 哎 不对啊 能访问 但它崩了啊 哎 这是告诉我访问的东西不对呢 它这个地方现在说是我这个访问的是 503 哎 那不对啊 哎 我加了这个 8090 是不是 8090 没问题啊 好 这个地方告诉我返回的东西不对啊 哎 这个加载不到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能通过什么呢 我们先说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你绑定的时候能通过 哎 能够啊 这个能够 能够这个通过多少呢 127.0.0.1啊 和谁呢 和这个 和这个localhost的 来访问啊 来访问啊 来访问 好 那这个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然后还有一个啊 其实我们绑的更多的是哪一个呢 我们这样绑啊 大家注意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那个IP地址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啊 一个叫什么呢 除了127.0.0.1之外 还有个地址叫 0.0.0.0 还记得这个地址吧 啊 这个127.0.0.1 和这个谁呢 和这个0.0.0.0啊 都怎么样呢 都表示这个本机 是不是啊 好 那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好 大家看看啊 这个127.0 这个127.0 这个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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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它的特点是这样的啊 我们把它给重启一下 走 好 起起来了是不是 起起来之后呢 我现在呢 写一个8090啊 大家最后 现在用IP地址来访问它 走 大家看能不能拿得到啊 可以 我再用127.0.0.1啊 来访问 大家看走 大家看是不是也能拿到啊 其实这个地方啊 广播 这跟广播有啥关系啊 大家看这个地方这是啥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呢 它是这样的啊 这个.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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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它是所有可用的地址 只要你能找到我就行啊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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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啊 这个是表示什么呀 表示这个所有的可用地址啊 表示这个所有的这个可用的地址啊 我不管你怎么样 你通过这个 你看啊 你192.168 192.168.31.199 是不是能够找到我这个电脑啊 这种方式呢 能够找到我们这个电脑 能够找到我这个电脑啊 能够找到这个服务器是不是 找到这个电脑上的服务器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用127.0.0.1 是不是也可以啊 我把它关掉 重新再打开 你用这个127.0.1都行啊 来 192.168 你看啊 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 嗯 8090 是不是 大家看是不是也 你用这个可以啊 你用127.0.1也是可以的 127.8.90 你看啊 大家看是不是也可以啊 所以呢 我们绑的时候呢 更多的时候 可能就绑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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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如果你是这样绑的 大家注意我把这个 看一下啊 如果你是这样绑的 你写的是127.0.0.1啊 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访问的时候啊 只能通过这个本机访问 只能用我自己的电脑访问 没有 你别的啊 应该是访问不到的 你用这个IP地址 应该是访问不到的啊 好像访问不到看到没有 访问不到的啊 你只能够通过IP地址访问 没有不 公网IP 公网IP不行的 我这个我这个 什么意思 什么叫 又崩了吗 又崩了 好 不要着急 我知道崩了啊 现在是已经崩了 崩了的话呢 我们就等一等 静下心来 不要着急啊 哎 我们 等一等 怎么样 好了吧 好 又回来了啊 跟我没关系啊 没关系 这个是网络的问题 他自己掉线了啊 回来了啊 晚安的什么玩意啊 晚安啊 哼 想得美啊 还晚安呢啊 好了吧 回来了吧 OK 没问题吧 没问题了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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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吧 Hello 好 回来了啊 好 行 回来了就行啊 这个大家注意啊 如果你写的是127.0.1.1啊 别人是访问不了你这个电脑的 没有 是访问不了你的服务器 你只能自己访问啊 只能够自己 Localhose Localhose就是本机嘛 可以用Localhose的 用这个Localhose的 局域网内啊 都不能访问到你 我们来看看啊 我有这个虚拟机 还记得吧 他这几个呢 有一些区别啊 有一些区别 这个区别呢 我跟大家简单的写一下 这个图就不要了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有些区别 在哪呢 如果你是写的是12 127.0.0.1啊 那你这个服务器 只能谁访问呢 只能够你本机访问 你自己啊 这是这是服务器啊 服务器 如果你绑定的啊 是127.0.0 你只能够本机访问 Localhose的啊 自己访问 没有啊 别人啊 都访问不到你这个电脑 都访问不到你的网络 没有啊 本机访问啊 那如果你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地址 192.168.31.199 那在这个局域网内啊 在这个局域网内的电脑 是能够访问到你的 局域网内啊 跟你在一个局域网内 因为你这个网络啊 是一个私有网络 没有啊 私有的网络啊 那我可以呢 通过IP地址访问到你 我们看看啊 来我这又来了一个虚拟机啊 这个虚拟机出现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大家 跟大家演示这个 这个这个代码的这个流程啊 好 右边小了是不是 这个每次都得 重新设置一遍啊 很烦啊 来大家看看啊 现在我这个写完之后呢 我们要上一下这个网 我们用这个Filefox啊 火候浏览器 然后呢 我这个现在绑定到哪了呀 绑定的地址是 127.0.1.1啊 但最后这个地方啊 它有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都访问不到的啊 除非本机 除非我这个Windows自己访问 别人访问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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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你访问是访问不了的 来我们看看啊 这个叫19192.16168.31.199 这个档号多少来着啊 8090吧 来我们看看啊 能不能访问到东西啊 是访问不到的 明白不 你看啊 这个地方别人是访问不到的 因为你写的是本机 本机只能够自己访问 好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如果你换了一个地址 换了个什么呢 换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92.168.31.109 199啊 你换成IP地址了 IP地址的话呢 你看我们再来一下 走访问啊 正在访问啊 正在转呢 反应有点慢啊 这怎么半天没反应啊 他收到请求了 大家看他已经收到了 看到没有 已经收到了 192.168.31.185的数据 看到没有 已经收到这个数据请求了 但是我给他反馈的东西 他好像一直没加转上来啊 在这一直没加转上来 其实现在呢 这个地方已经 给这个服务器连通了 没有不 你用IP地址啊 如果你绑定的是 你的IP地址的话呢 它是可以怎么样的 它是可以绑定的啊 它是可以这个访问的 大家看 已经接收到访问了啊 192.168.31.185 已经接收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虚拟机的这个访问 请求访问了啊 已经拿到了 看到没有 好 这是一个啊 那跟我们这个0.0.0.0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0.0.0啊 就是如果你绑定完了 这所有可用的IP 你想 你想用什么呢 你用IP地址能够访问到我 那用这个127.0 你也能访问到我 没有不 而且呢 这个地址啊 它是灵活的 表示这个本机的 这个所有的IP 你比方说我刚才啊 把这个代码呢 放在我这个公网的 服务器上的时候 你看我都怎么写的呢 VM 这来个叫server.py 我这个地方呢 我绑定的就是0.0.0 看到没有 为什么绑定0.0.0呢 因为待会你们要访问我 你们要通过这个IP地址 就是106.54.81.174 要通过他访问 那我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这样写啊 106.多少啊 岁数大了啊 54.81.54.81.174 好像是这个啊 那你看啊 这样写的话 你发现我也记不住 是不是 那我们其实可以写个几呢 这个地址的话 你可以 你写完IP以后啊 别人能够通过IP地址来访问我 别人能通过IP地址 但是呢 我其实可以怎么办呢 写一个 0.0.0.0 这样写完之后呢 你都可以访问了啊 这个 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我写成这个 0.0.0.0 是可以 公网是没有问题的 它表示你这个 本机的这个 所有可用的IP地址啊 你能够找到 我就可以了 好 这么一个情况啊 绑定的不同 访问的方式也不一样 如果你绑的127.0.1 只能够你本机访问 如果你写的IP地址的话呢 可以通过IP地址和本机访问 那你如果写0.0.0.0的话 都可以访问 没有啊不 而且你不用关心 你的IP地址是多少 你还得知道是不是 你在这还得知道 你的IP地址是多少 这个地方其实不用知道了啊 直接0.0.0就行了 好 这是IP的绑定啊 跟大家提一下啊